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微报,我是龙2 大家都知道华为的手机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有着不错的口碑和销量 但唯独在美国却迟迟没能打开局面 前不久华为又发布了自家的最新旗舰Mate 10 现在有最新消息显示新机Mate 10 Pro将会登陆AT&T 并尤其在美国独家销售 不过关于该机的发售时间包括价格暂时都是一无所知 或许要等到明年年初的CES 2018才会有具体消息 但无论如何如果消息属实 这对于华为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意味着华为的美国梦也向前大蓝的卖了一步 此前有消息称荣耀将于12月5日在英国发布一款新机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V9的继任者荣耀V10了 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荣耀V10将配备一块5.99英寸的18.9全面皮 整体造型与华为Mate 10 Pro比较类似 但相对要圆润一些 题目由京东方供应同时搭载了70970处理器 标配6GB的运存 提供64GB和128GB的存储空间 运行基于安卓8.0深度定制的EMUI6.0系统 内置4000毫安时电池 同时标配22.5瓦的超级快充 摄像头方面新机也将搭载1600万加2000万像素的后置双摄 与Mate 10相同 只是没有了超大的光圈和莱卡标的加持 其实整体来说荣耀V10可以看作是华为Mate 10 Pro的平民版 国航版的价格预计将会定在2999元起步 如果你喜欢Mate 10 Pro 但又苦于预算不足的话 揭持或许V10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目前这都还只是爆料消息 具体怎么样 咱们还是做等官方的消息吧 苹果在今年的iPhone X上 可谓是做了大刀阔斧的改变 不仅采用了全新的全面屏设计 同时还取消了Touch ID 加入了全新的Face ID 那既然这么做了 按照苹果一贯的风格 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产品使用上了Face ID 而指纹识别则有可能会慢慢的淡出苹果的历史舞台 据彭博社给出的最新消息显示 苹果正在设计一款高端的iPad 且将会配备iPhone X同款的Face ID 不过并不会使用OLED的显示屏 同时消息中还提到这款全新的iPad 将会提供更好的手写笔和相应的绘图书写软件 那么按照苹果的上新规律 这款iPad最快要等到明年了 不知道价格会不会再创新高呢 等着看吧 两天前锤子在成都正式发布了 坚果系列的最新机型坚果Pro 2 独特的外观设计加上好用的Smartism OS 让这款手机有了非常高的关注度 大家都知道Smartism OS中有一项非常好用的功能 叫One Step 通过它用户可以实现在应用间 类似PC端那样的随意拖拽 非常的给力 随着坚果Pro 2的发布 锤子的One Step也进化到了1.6版本 随后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此前翠绿翠绿的图标现在变色了 图中的草坪开始变得枯黄 还有网友调侃到 看来冬天估计就只剩下土了 没想到老罗竟然正面回复 冬天不是土而是雪 不得不说锤子不愧是一家设计群的公司 连图标上的草坪都会随着季节变化 真心是没谁了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面的标诺 散网关注 WG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